在家兼职网经常在西瓜视频上,观看撞香小莫的钓鱼视频,播放量非常的棒,于是就比较想知道他们的收入怎么样,每天拍视频能赚到多少钱。 今日在逛一位站长朋友的网站时,发现分析了一下那么自媒体号收入的情况,内容如下,很多人很好奇,一个几十万粉丝的自媒体账号,一个月能赚多少钱。 或者说一个播放量,能稳定在几万甚至几十万播放量的视频作者,一个月收益能达到多少,自媒体变现的方式很多,每个人每个账号收益来源都不同,以三能领域的自媒体为例,比如说有些账号,主要依靠视频流量分成赚钱,而有的作者还有直播打赏收益,甚至有的作者直播带货也有不错的收益。 直播打赏和带货收益,因人而已没有办法系统评估,这里抛开不谈,咱们粗略计算一个单靠视频流量,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。 以三能作者撞向小莫为例,小莫的粉丝为88万,视频播放量低的也有30多万,高的有期,80万,取中位数40万每条,单月播放量为1200万。 如果按照30至100元每万次播放来估算,同样取保守中位数50元每万次播放,每月生意为50X,1200等于6万元税钱。 当然有的人会说以50计算单价太高,也有的人会说以50计算单价太低,看看云南老黄5.3万粉丝,都60元单价了。 实在不相信大家也可以翻看,50万粉丝的巴鱼先生,他自己视频讲的,他的单价是50多元,像小莫的单价估计最少平均也80元到100元,影响单价的主要因素是粉丝播放率占比。 通过评论区的互动来看,小莫的视频播放量一直很稳定,粉丝互动率也一直很高。 推测粉丝播放率占比不会低,单价极有可能高于50万,当然如果小莫与平台有签约,那收益会更高,所以实际收益也可能是高于6万元的,运入6万,很多人羡慕不已,但是这是税前的。 而且小莫团队有两个人,还有一个三叔,主要负责拍摄,那么保守计算平均下来,每人自媒体月收入可以达到2万家。 这在广西农村,的确也算是非常不错的收入了,自媒体这个行业门槛很低,但是要赚到钱并不是太容易,虽然网上的自媒体创付案例很多,但是失败的例子更多的。 我最早关注的三农自媒体人,是我湖南的一个老乡,欢子TV,早在三年前,他的粉丝就上百万了,但是现在他几乎是销声匿迹了。